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兰花 在这个高温高湿的夏天 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治 特别是那些细菌 一定要给它防治好 如果你没有给它防治好的话 它会置身很多细菌在这个盘土里面去 特别是那些经常放到那些通风不透气 那些地方养护的话 我们还特别的注意 最好这个夏季 给它搬到室外有散射光的地方 或者是阳台有散射光的地方 给它养护 不要长时间给它闷在不同风不透气的地方 今天主要做的目的 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给它这个盘土的细菌 给它防治 就是给它杀灭 特别是像这种软植料 如果你长时间给它浇水的话 它这个盘土之间一长 它就会出现支生很多细菌 所以就影响整个脊植部生长 更别提长出小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种可以杀灭细菌的这种 塞肤香 给它往盘土表面均匀的撒一点就可以了 这种的杀菌效果是比较好的 然后就是给它微微喷湿润 让它融化之后呢 这个细菌它就会慢慢的杀灭掉的了 这种呢是一种通用型的颗粒状的杀菌药 也可以用在其他的局务上 这个用的时间天数呢 就是大概一个月给它用一次就可以了 另外呢在它这个生长长牙记下 别忘了给它补一下 不要补肥的话呢 可以用一点这个微生物有脂肥给它补一下 可以45天给它用一次 像这种花盘的话呢 就是10多粒就可以了 不要给它放多啊 为了避免烧干呢 建议大家不要使用那些尿素 还有复合肥 使用的话呢 就是等到秋冬季节再给它使用就可以了 好了 时间有限呢 今天就主要给大家分享这个 如何给它杀菌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